加拿大宿里慈祭人文学校庆祝教师节 慈祭人把握这个节日举办了禁师活动 让学生们在教师节这一天表达对老师的感谢 而老师也让孩子们知道教师节的由来 就算生在海外也不能忘了这一天 还有这个节日的由来 孔子就是至圣先师 那我们现代也必须要有粮食来引导 我们才可以把中华文化给传承下来 教师节纪念至圣先师孔子 而学生们还要感谢的就是永远不放弃自己的老师 不过在加拿大宿里人文学校 老师不只是单向的要求学生 也用高标准要求自己 你这个是左手 你用你的右手 把你的这个头发塞到里面来 怎样才能绑出整齐的慈祭头 志工们传授小撇步 瞧瞧老师们在服装仪容上以身作则 他们也是学生的最佳榜样 教师节快乐 大家一起问这下没吃沟 加拿大报导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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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